回憶喔 是喔 他為什麼想回憶 浩子想起合體 第一天就挖洞 我們去美額美點的三百塊錢 美額美三百這樣 浩子帶著去小環遊世界 花光六百萬 終於回國準備搶錢啦 是說他跟阿翔隔了一年 終於合體 剛剛看到彼此的感覺是什麼 喔是這樣子 你說什麼 剛剛看到彼此 我們剛剛都沒有看彼此 其實我在出去流浪的每一天呢 過晚上 時間一到 我都會傳那一天的照片給阿翔 但是是 傳給亂談阿翔 欸怎麼這樣 人家阿翔工作室可是有想著你咧 我跟納豆搭檔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綜藝咖來的時候 有一點點 有浩角響起的味道 開心放假 不是啦 他們就是比較這個 不一樣的風格 不要黑白黑空 你是在 浩子的這個環遊世界 不見得是一間 好像對這個團體好像是傷害 其實完全沒有 他也充實了他的人生 那對我來講也是 因為我在這一年嘛 也生活一個人的時候 充實了你的荷包 對對對 不要講錢嘛 就是說這整個 不然你還可以講什麼 好吧那我們講錢 講點 哈哈哈哈 小孩有沒有要超過 說什麼 呃大概 我們出去流浪 第二天晚上 呵呵呵 但是說真的有一天晚上 我在阿姆斯特丹 然後那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 就是 發燒 感冒 然後我在那邊發抖 然後我那天是跟 跟臭寶一起睡覺 然後臭寶就說 爸爸 你把你的手跟腳 放在我這裡 他就把他衣服脫掉 然後我就把他放在那裡 這樣有溫暖的嗎 我那一刻 我就決定 我的遺產一定全部都給他 呵呵呵 呵呵 小孩 小孩 小孩